我们看看许欣对孔令轩 许欣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他们整个的肌肉调节 各方面精神都能启动得非常快 这个直拍对状态的要求 比横拍要高得多 我讲今天许欣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自己家乡的球迷和家乡父老面前 一定会呈现他最好的一面 最强大的一个实力和发挥 漂亮 孔令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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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欣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男子大大冠军 2015年苏州市平赛的男双混双的冠军 2016年就是里约奥运会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 所以对孔令轩作为一个年轻选手 跟许欣这个老大哥打呢 也是对自己的整个的一种 在场上比赛当中学习的态度去打 这看着几个球 我感觉这个还是作为左手对左手来讲的 孔令轩可能感觉还是有点薄弱 从发球开始 接发球 你本身那个你前三板 你再不如这个 前三板你肯定不如许欣 相持呢 这个又感觉实力上不如许欣 所以这个球就很难去真正的能主动的能赢下每个球 机会就打丢了 孔令轩呢 是今年二岁 96年出生 孔令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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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国家队对内竞争交流赛当中 以总成绩第三名的身份进入到国家一队 在2013年市清赛 男团男双混伤的冠军 孔令轩呢 他曾经膝带受过伤 当然又通过自己的优秀的 这种意志品质和这种 他的发挥 对内的竞争 他又重返了国家队 说明这小孩的意志品质还是比较完全的 孔令轩 孔令轩是三中五门出来 对三中五门 对三中五门 你知道这个平常联赛 有很多球迷和粉丝 前去现场看球看比赛 对对对 你包括像徐州这场比赛的票 他的销售还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我知道前地产有空前绝后的就是 所谓的就是 都用黄牛党炒票了乒乓球就是 是的 嗯 包括像前一段在 成都进行的中国共和赛 嗯 对 他的票也是提前一个月就 受空了 对 所以现在不光是看乒乓球 因为很多都是 每个都有自己的粉丝团 像马龙 张继科 这个丁宁 刘思文 包括许欣 樊振东 像一帮后边的一些小孩 都做一些这个 有自己的粉丝团 所以这 他们都很阳光现在 对 因为之前呢 感觉中国平方球队啊 就像一个金牌机器 不停的拿金牌 对 但通过旅游奥会之后 啊 这个项目成为了 嗯 人物也成了 对 像张继科 马龙 包括许欣 对 那么让大家球迷所看到的是 他们另外一个 就想象 对对对 他们是有血有肉 对 有情有义 有故事 而且呢 还有各种幽默 对 包括他们上一些综艺节目 也会 有很多技能 对 能看到在赛场上 不同的这个自己 一面 一面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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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许欣 许欣 11比6先上了第一局 我们看到许欣啊 可以说做了终密的一个准备 所以每一板球啊都是很有力量 加油 加油 发足了劲儿 有备而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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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现场的各位球迷 现在孔宁轩是必须要我们支持的时候啊 来孔宁轩 加油 孔宁轩 孔宁轩 是双方的第四局 对孔宁轩 是双方的第四局 对孔宁轩是双方的第四局 还是我看这个孔宁轩啊 这运动员 也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选手 嗯 但是 最起码我们看到许欣 每一个球 每一个计战术啊 都准备的非常充分 很重视它 就是说明也是在自己的家乡党 在家乡党做好了自己的充分的准备 那我看这个技术环节孔宁轩来说呢 可能就是从这个技术环节 从这个技术环节 从接发球到发球 每个环节的衔接工房转换 我觉得还是很单一 有点像是说白了就是用我们的专业水 叫大陆球太多 好 好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就是喜欢乒乓球的这个球迷朋友们看看许欣 许欣的我纸板握拍的这种拿法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其实咱们球迷朋友啊 拿直拍的特别多 都是直拍的打法 可以占到60%的比重 对 六七十大 嗯 嗯 许欣呢 一拿着甩出去了球块 一拿甩出去了球块 一定要改赢 想赢 想赢 一定要去改赢 把自己的气势都打出来 你技术上赢不了的话 你怎样用其他方式去弥补一点 我们看到今天许欣回到自己的家乡 徐州 在徐州这么多观众的注目下 在场上也确实发挥出了世界级的水平 并且许欣呢 做了很充分的计战术的准备 他每个球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他很从容 都是提前有预判的 对 不是很慌乱很仓促的那种基球 对 所以证明他是用了新的 对 毕竟在徐州家乡父老面前 一定把自己最好的技术水平 世界最顶级的发挥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 能够全面的展现 漂亮 许欣兜兑 是 这个感觉太好了 烦烂 哎呀 所以你看到许欣在场上打得很崇荣 为什么他知道因为我 淡定 对很淡定 因为有时候你跟对手打的时候 一上手就知道这个球是对方能有几分的能力 就能感觉到 然后是天ま 今天这个许欣的状态非常不错 9比2 2比10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很多 像许昕现在很多 就是国家队选手 都打自己的国产的品牌 现在你像马龙用自己的正反手 就用自己的红双喜 包括第一马 这个红双喜的胶比 确实它拉过去的球 好像比国外的套胶贼 所以现在正反手 都用这个自己的国产的品牌 吸短 这球吸短需要很好的一个手感 看似简单 手和胎子一放 但是他一定是把这个球啊 感觉吸在这个胎子里面的 他跟着就是平时 他们也玩这些东西 所以他感觉也很重要 许昕是腿长 手长 手大 胳膊肠手大 正手真是 无可挑剔 你感觉他这种拉伸能优起来 全身的嘴边重心全能优起来 这样许昕 三比一拿下了这场比赛 那么在他的家乡 美丽的徐州 也给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谭日舞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